1941年春末的西西里小镇 天气极好 微风袭袭 13岁的男主狗蛋第一次见到了 那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女人 玛莲娜 她留着波浪状黑亮的袖发 穿着时髦的短裙和丝袜 她则充满情欲诱惑的高跟鞋 来到了西西里岛上宁静的阳光小镇 她所到之处定会掀起一阵风浪 男人们渴望垂涎的目光 女人们生气嫉妒的眼神 可目袖于林 封闭吹之 玛莲娜很快变成了 所有男人口中示意玩笑的对象 甚至很多男孩 在她那没有听觉的父亲客上 示意地开着那种下流的玩笑 而狗蛋却在见到玛莲娜的第一夜 就深深爱上了她 尽管她才13岁 尽管她什么都做不了 可玛莲娜依旧成了她信仰般的存在 她如影随形地跟踪窥视着她的生活 在窥视中 狗蛋慢慢了解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原来玛莲娜在新婚不久 意大利就爆发了战争 丈夫被迫上了前线 留下她一个人 年龄的问题 让狗蛋几乎没有办法 公开为玛莲娜做些什么 她只能默默地在背后 像那些对玛莲娜乱嚼舌根的人 是以小孩子般的抱负 比如在酒杯里吐痰 在包里尿尿等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这天又来偷窥玛莲娜的狗蛋 忍不住自己的欲望 趁玛莲娜进屋的时候 偷偷溜到了玛莲娜家里 偷走了玛莲娜的小库库 第二天 父亲在叫狗蛋起床时 发现小库库居然盖在狗蛋的头上 玛莲娜的悲哀 也就在小库库被偷后不久 便开始了 一个深夜 牙医潜入了玛莲娜的家里 对玛莲娜动手动脚 而牙医的老婆在玛莲娜家的门口 抓到了被勾引的丈夫 随后牙医的老婆便控告她 勾引自己的丈夫 无奈之下 玛莲娜只得找律师为自己辩护 在法庭上 玛莲娜的身后 有着许许多多的人 可他们都以看戏人的姿态 出现在这里 唯有狗蛋 她看到了隐藏在玛莲娜美貌下的悲伤与痛苦 在律师天花乱坠的辩解下 玛莲娜打赢了这场官司 然而这却是她被爱的忧郁处开始 律师已要 律师废为由 强行占有了她 自从玛莲娜上了法庭后 政治里也开始谣言士气 认为她与正圣的所有男人都发生过关系 认为她是道德败坏的丈夫 一个美丽的女人 一个单纯的女人 一个只爱自己丈夫的女人 就这样被加上无数的罪名 只因为她太美 而这还不算什么 由于得知玛莲娜的丈夫 暂时在沙场 小镇上的人对玛莲娜的恶意 开始逐渐险恶 他们开始排斥她 不给她工作 甚至连食物也不卖给她 走投无路的玛莲娜 只得与律师在一起 但律师的母亲不同意 律师只好抛弃了玛莲娜 这还没完 连唯一的亲人 那个没有听觉的老父亲 也在空袭中被炸死 这时的玛莲娜 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人 她没饭吃 没钱赚 她只能靠出卖肉体 来赚些粮食 那晚 她拿起剪刀 剪短了那头漂亮的波让黑发 也剪去对生活的所有希望 穿上最性感的低松装 她彻彻底底的堕落了 当她坐在街边的椅子上 拿起香烟 无数殷勤的男人为她点火 玛莲娜的眼中 已不再是单纯 而是对生活的绝望 为了生活 玛莲娜成为了半点珠唇 万科长的妓女 但她的悲哀 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抗战胜利后 所有的女人 耀武扬威的冲进妓院 他们再也控制不住 玛莲娜的欲望 剪断了她的头发 撕烂了她的衣服 彻彻底底的 践踏着她那谨慎的尊严 狗蛋虽然满心不忍 可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最终 玛莲娜坐上车 离开了小镇 因为这里 已经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地 而玛莲娜走后不久 玛莲娜的丈夫就回来了 她没有死 只是失去了右臂 狗蛋将所有的一切 细心告诉玛莲娜的丈夫 告诉她 玛莲娜手忍受的屈辱 绝望与悲哀 几年之后 玛莲娜挽着丈夫的手臂 重新出现在西西里小镇 她退去了当年 那撩人心弦的美丽 现在的她 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妇女 她无视 人们探究的目光 挽着丈夫走向街区 走向原来的家 或许是 她不再有威胁人的美貌 欺负过她的妇女们 开始亲切地 与她交谈 深深热情地送她东西 她始终和小镇上的女人一样 当她再一次走过海边 没有人再为她的美貌 而感到惊艳 电影最后 狗单替玛莲娜 拾起掉落的橘子 玛莲娜 冲着这位 祝她好运的男孩 微微一笑 好了今天的电影 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小猫的 不要忘记关注哦